现在我来介绍的是均值定理 所谓的Mean Value Theorem 那要介绍均值定理的话呢 我们从图形来解释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就假设这个函数F的话呢 它是一个连续可为分的一个函数 也就是说的话呢 它中间没有断 而且的话AB之间是一个非常平滑的一个变化 那么我们就这么说了 我们把AB之间的这两条线做一个连接 这个连接的话呢 这个斜率我们来算一下 这个斜率是多少呢 我们这条线的斜率是FB减掉FA 除以B减A 这是这条叫做割线的斜率 那么均值定理说的是什么呢 军事定理说你只要的话呢 是它是平滑 而且的话呢 它是没有断的话 它可以为分的话 我们一定能够找得到一点 它的切线的斜率跟这个割线的斜率是相等的 也就是说我们必然是存在一个数字叫做C 使得说它的话呢 能够刚好的话呢 能够符合它的为分是它的割线的斜率 那么这样子的叙述我们就称为均值定理 那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个比较特殊的状况 叫做洛尔定理 我们来看看 我们常常的话呢 会把这个洛尔定理的话呢 也是一个均值定理的一个特例 什么意思呢 来我们看一下 F是一个连续可为分的函数 如果说它有两个值是相等的 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相等的 各位同学看 BA相等了之后 必存在一个C 在AB之间 使它为分等于0 那各位同学看一下 这是不是均值定理的一个特例 FB等于FA 那左边就是0 为分C F'C就等于0了 那么我们用图形来解释 是怎么来看的 来我们来看看这个情况 FB在这边 如果它这个值是相等的话 我们的话呢 知道它是一个连续可以为分的 也就是说 不论它是上凹 或者是下凹 我们的话呢 一定能够存在一个数字 能够让它有一个水平的切线 我们看到这边 还有的话呢 也有的时候还不止 你看看啊 现在的话呢 它的话的AB 这两个高度是一样 中间是一个连续的 我们不知道什么样的变化 那我们的话呢 可以肯定的说 它至少的话呢 一定存在一个数字 能够让它同时拥有水平的切线 那么可能有一个 也可能有两个 也可能会有三个 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落尔定理 那这个落尔定理的话呢 还有一些其他的应用 来我们来看看例题好了 这个例题的话呢 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思考 就是说 假设两个人的话呢 同时赛跑 我们来 假以的话呢 两个人同时出发 好 现在的话呢 到了终点 假的话呢 的速率的话呢 是FT 以的速率是GT 两个的话呢 可能互有高低 不一样 那现在的话呢 T是代表的是时间 那么F跟G代表的是位置 那么我们可以说 那就这么讲了 假设的话呢 它们是同时出发 同时抵达 同时抵达哦 那么我们的话呢 可以证明什么呢 它们的话呢 速率的话呢 一定在某一个点上面 会有一个相同的一个点 这怎么说呢 这要利用落尔定理来看 来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先说好啊 FG的话呢 会可为分的连续函数啊 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的话呢 假的速率叫做FT 以的速率叫做GT 那么我们就设一个 叫做HT好了 叫做FT 减掉GT 好 那么我们 我们已经知道了说 它的话呢 是同时出发 同时 这边的话呢 是相等的 这边也是相等的 那么我们就肯定的说 中间的话呢 有一个点叫做C 落尔定理说的 说一定存在 这是存在啊 这个符号的话呢 Exist存在一个C Such that 使得 H'C 是等于0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维分一下 那么也就是什么意思呢 它的维分等于0 也就是F'C 减掉G'C 等于0 也就是F'C 等于G'C 那么也就是说 在C的那一点的话呢 维分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维分的话呢 意思代表的是速率 我们的话呢 位置的函数的对T维分 就是速率 也就是说在C点的那时候的 瞬间速率 会等于 这两者之间的话呢 F跟G是相等的 那么也就是证明了 假以两个人 在C点 速率是完全相等的 那这是一个简单的 洛尔定里的一个立体